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电路D排2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了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雪佛兰、福特、丰田、三菱、奥迪、大众等的装有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是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涡轮增压气基本上适用于将空气压入发动机的气泵。 内部有两个部分,涡轮机和压缩机。 涡轮机连接到排气气管,并在此由废气驱动。 压缩机连接到进气口。 两者均通过轴连接,因此,当涡轮旋转时,压缩机也会旋转,从而使进气被吸入发动机。 较冷的空气为发动机提供了较浓的进气,因此提供了更多动力。 因此,许多发动机都配备了增压空气冷却气,也称为中间冷却气。 增压空气冷却气可以是空对液冷却气,也可以是空对空冷却气,但功能是相同的冷却进入进气口的空气。 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CACT,用于测量从增压空气冷却气进入的空气的温度,从而测量其密度。 该信息被发送到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在此与进气温度,在某些情况下为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和废气在循环温度,进行比较,以确定增压空气冷却气的性能。 PCM通过内部电阻发送参考电压,通常为5V。 然后测量电压以确定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 注意,有时CACT是增压压力传感器的一部分。 当PCM检测到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信号高时,设置代码P00A3。 这通常表示开路。 组二只是问题出在发动机的第二组。 即,不包括气缸Number1的牌。 相关的第二组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电路诊断代码包括,P00A0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电路组2P00A1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电路的范围,性能2P00A2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电路低的组2P00A4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电路间歇性,异常银行2代码严重性和症状这些代码的严重性是中等的。 P00A3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检查发动机灯亮发动机性能差燃油经济性降低车辆陷入滑行模式柴油威力滤清气再生受到抑制。 如果配备原因该P00A3代码的可能原因包括,传感器故障接线问题失败或受限的增压空气冷却气PCM诊断和维修程序有问题从目视检查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和相应的接线开始。 查找连接是否松动,接线是否损坏等。 此外,目视检查增压空气冷却气和管道。 如果发现损坏,请进行必要的维修,清除代码,然后查看是否返回。 接下来,检查有关此问题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如果未找到任何内容,则将需要逐步进行系统诊断。 以下是通用过程,因为此代码的测试因车辆而异。 为了准确测试系统,您需要参考制造商的诊断流程图。 做一些初步的电路测试,使用扫描工具监视增压空气冷却即温度传感器数据参数。 断开CACT传感器的连接,扫描工具值应降至非常低的值。 接下来,将跨接线连接到端子上。 如果扫描工具现在显示温度很高,则说明连接声音良好,并且ECM可以识别输入。 这意味着问题最像传感器,而不是电路或PCM问题。 测试传感器,断开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的连接器。 接下来,使用设置为欧姆的数字万用表测量两个传感器端子之间的电阻。 启动发动机并观察仪表值,发动机预热时,该值应平稳减小。 检查仪表板上的发动机温度表,以确保发动机达到工作温度。 如果发动机温度升高但CACT电阻没有降低,则传感器有故障,应更换。 检查电路 检查电路的参考电压侧,点火开关打开时,使用设置为福特的数字万用表在两个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端子之一处检查来自PCM的5幅参考电压。 如果没有参考信号,则在CACT上的参考电压引脚和PCM上的参考电压引脚之间连接设置为欧姆的仪表,点火开关关闭。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如果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您将需要检查在参考电压端子上PCM是否有5幅电压。 如果PCM没有5幅参考电压,则PCM可能有故障。 检查电路的接地侧,在增压空气冷却气温度传感器的接地端子和PCM的接地端子之间,将仪表组连接到欧姆,关闭点火开关。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最后,通过将一根仪表引线连接到PCM接地端子,将另一根引线连接到机箱接地,检查PCM是否接地。 再次,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与地面之间将存在开路,需要进行定位和维修。 平台凡供住语标筑 5.0% 2.0% 3.0% 1.0% 2.0%